茶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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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英俊老師 如果我們從這個手面向 來觀察女人 她是不是會呈現一種 感情運特別順 非常得人疼的 這樣子的一個面向 對 如果說你能 能夠得人疼 这人疼 得老公的宠爱 除了有这个命格以外 当然性格方面也很重要 所以说如果说 你嘴巴很甜 会骰奶 还有就是身段要柔软 你当然如果说有一点事情的话 当然你要柔的时候就柔 因为男刚女柔 你记得一定是女生一定要柔 你就能够找到一个 就是打从心里面会尊重你的人 会打爱你的人 那我们现在就是找到的 就是这几款的 通常他们就是属于 敌人疼的指数很高的 应该讲说这个人是 这种人是性情比较温和 能够情人的宠爱 就是老公宠爱的 眼大明亮 通常眼大明亮的人 他的桃花指数本来就很高 就是本来就敌人疼 像Lulu就是属于眼大明亮的 就是敌人疼的那个 就是那个桃花指数很高 就是老公一定很爱你的 但是你一定要眉毛长柔顺不眨 这种人通常就是很开朗 不爱计较 什么事情不爱钻牛角尖 而且不抱怨 对男生不会什么事情 环事就是一点点事情 也会抱念 一直念一直念念念念念念 男人再好再爱你也会被你念走了 要记得 所以一定要眼大明亮 要眉毛要长柔顺要不眨 这样子的女人才能够 她是因为性情很温和 才能够得到情人 就是爱人老公的宠爱 所以她才会找到一个 珍爱你珍惜你的一个另一半 再来这个就是属于公婆比较属意的 还有老公比较呵护的人 就是我们从这样来看 如果说鼻轰隆 鼻翼饱满有肉的人 这样子的女生来讲 其实她其实会嫁一个好老公 她的夫妻公 因为鼻子就代表你人的夫妻公 她就会嫁到一个好老公 就是这个老公一定是会有能力的 会赚钱的 能够有财力的这样子的老公 当然如果说 你嫁到一个这样子的老公 那那个老公是赚钱 回来对你好像一直在指指点点 这些什么事情都会管你 这样子就不是一个很OK的 因为我们一定要 颧骨要匀肉要饱满 这个颧骨要匀 就是不是看起来两个颧骨是很高的这样子 这种看起来颧骨很高的 其实这个老公有时候在外面 还是一样会偷吃 那你就是要颧骨要匀 就看起来好像是没有颧骨 但是问题是那个肉要饱满 像这种人就是属于那个潜力叫内涵的 那这种人有时候说话就是柔柔的软软的 很会塞嘞 讲话很动听很窝心 就会让你老公觉得什么事情都愿意听你的 什么事情都好 什么事情都会去帮助你 去尊重你 不会叫你做你不喜欢的事情 就是因为你说的话好像是圣子 其实他虽然不是讲出来说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做不是这样子 但是就老公如果你能够怎么样我觉得会更好 那这样子老公就会疼 你的 就敢闷掉了 骨头都输掉了 所以他什么都会听你的 就是会爱你爱得很很严重 那其实像这样子的女生 婆婆也会很喜欢她 因为她会尊重长辈 爱护长辈 就是像说你就纵使说 你在尊重中间可能没有那么的得体 或是说不是每样都听长辈的话 但是有一点点长辈也知道你是心意是有道了 只是可能就是嘴巴没有 就是在红老公跟红婆婆是不一样 可能红婆婆没有那么的理想 但是那个婆婆还是会知道 所以这个就是公婆会属意的一个这样子的老 当然就是在得人疼的指数上面就是很高 老公也疼爱你 公公婆婆也疼爱你 相当的不错 再来我们看看这种的世事严隆 就是呼顺指向 这个就是要下巴能够延润 风就是要丰满要有肉 就是这个下巴 人家讲说男重天庭女重下格 那这个下格一定要非常好 像这种人通常就是为勤俭持家 很为持家很为滑家 就不会随便乱投资 把钱都投资掉了 就是会持在这个 老师不要再对他射到飞胶 我一直在老师一直看我 你有觉得被射到飞胶吗 这种人其实他有时候也很会照顾下属 而且对儿女们都会很会照顾 对儿女们都很好 当然对老公来讲他也是会 忽忽贴贴 爱他就是不相信他 不会随便乱去误会他 甚至随便乱管他 说别人说什么你都信 老公说的你都不信 这种人绝对不会 他一定要相信他自己 他觉得这个老公是我选的 我一定会相信他 我爱他就相信他 给他最大的空间 到后来都得到非常好的 当然老公就会对你很好 不管如何到后来都是你的 因为这个是叫下巴 下巴就是到老都你 所以说一定要互顺指效 互会顺你 而你们执席们都会孝顺你 所以这个也是相当得人团的指数 是 谢谢老师 来来来来 观景老师 这天命部是不是也能看出 运势是否卡关 是 然后还有其实人生是这样的 像Lulu 我相信什么都强 个性强 她的工作能力也很强 事业一定也很强 可是她总是会卡一些小东西 就不是那么完美了 就是我们讲说 天命部里面还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福 获灾结跟关卡 像Lulu的关卡就是有三个 一个是金锁关 黄金的金锁头的锁 第二个就是无情关 第三个叫阎王关 生命攸关一瞬间会在生与死当中 有危急的一个情况叫阎王 那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金锁 金锁关的人会把本命五大类给锁住了 第一个文昌事业钱财 你是不是因为工作啦 钱财 是不是后来就是卖掉房子啦 对 状况很多 那第二个是卡住什么 金锁关锁住了婚姻跟感情关 后来是不是离婚了 是啊 那第三个是健康 健康 但是他又配一个阎王 所以我们讲说配阎王关 我们天命部里面是论生不论死 就提醒Lulu就是一定要注意 每一个流年的 只要是属牛跟养年 一定要特别注意 特别注意我们自己身体啦 有疾病复发啦 这些健康的状况 那第四个是锁住了子女宫 我们就要提醒Lulu说 其实他跟子女的对待关系是 他很疼小孩 可是在有一些重大沟通啦 互相的一个相处之下呢 我们可以透过身边的人 来转述 或是说告知嘛 我们不要自己去告诉小孩 自己去用一个很命令式的 一个指使这样的语气 这样其实对亲子关系是加分的 我是你妈 你就是要听我的 你就是要不听我的 你给我滚出去 你像我 是不是 对 也许我们透过第三人 然后你的儿子小孩也听到 你其实对他们是 非常疼爱的 他们听了其实会更高兴 不一样 那最后一个填宅工 就为什么Lulu她本来是有房子 后来变没有房子 在这个人生起落当中就被锁住了 金锁关 另外一个无情关 一般的女人如果有无情关 我们一般来讲就是 她对六亲对待 还有朋友之间 比较就是说我付出之后 我得不到对方对我的真心回报 一般都是绝情对待 对 就像有些女人 对 她为什么一辈子 她就是自然而然去扛家计 对 她兄弟姐妹那么多 她也不见得排行老大 她可能老三老四 可是她就是要扛家计 把很多重担往自己身上揽 甚至很多亲戚朋友 都要找她借钱 就算了 钱财一去不回头 叫无情嘛 是 众人对她的众叛亲离 甚至无情 绝情对待 真的 对 这叫无情关 老师 她这个金锁关 无情关 是 好像都 对啊 是会碰他一辈子的吗 其实就路路的情况来讲 如果早前她有听老师的建议 我们在最早的时候 先把无情关 或是金锁关 或是阎王关 我们先把它解化掉 一定会降低很多的伤害 一定会降低 她可能人生路上遇到这些 那个 看科 对 那个路也许不会这么难走 会走这么辛苦 所以事先就是说 我们在天命部里面 我们讲说 有犯必有解 对不对 那有犯的话 我们当然就是可以找 专业的老师 那请神佛做主 那由正统的道教的科医 我们来做一个化解 它降低它的一个冲突性 是 懂了 好 有这些笔画的人 其实呢 他碰到任何的事情 他的任性还蛮强的 而且这些笔画的人呢 本身他工作 他就比较努力 比别人更努力 比别人更用心 一个人比别人更用心的时候 当他面临到 比如说他的事业刚好失败了 就有人会觉得说 其实你是很努力 只是运气不好 我愿意给你吃费